如何利用音乐丰富自己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 音乐是一种能够触动人心的艺术形式 它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无限的乐趣和幸福感 音乐不仅能够逃予我们的情操 增强我们的审美能力 还能够对我们的身心健康有着积极的影响 那么,如何利用音乐丰富自己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呢? 以下是一些可能的方法和建议 一、听音乐 听音乐是最简单也是最常见的享受音乐的方式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心情 选择不同类型和风格的音乐 如古典音乐、流行音乐、摇滚音乐、民族音乐等 听音乐可以让我们放松身心 减轻压力、提高情绪、激发灵感、增加创造力 听音乐也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记忆力、注意力、学习效率、甚至是智商 听音乐还可以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 预防失眠 听音乐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安静舒适的环境 用耳机或者音响设备 尽量避免干扰和分心 我们也可以在听音乐的同时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如阅读、写作、绘画、做运动等 让音乐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种伴随和调剂 听音乐能给人带来什么好处? 听音乐有许多好处 以下是一些科学研究证实的例子 一是放松身心 听音乐可以降低血压、心率、皮肤电阻等生理指标 从而缓解紧张、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 二是减轻压力 听音乐可以减少皮质醇等应激激素的分泌 从而降低压力水平和应对压力的能力 三是提高情绪 听音乐可以增加多巴胺等快感神经地质的释放 从而提升幸福感和满足感 四是激发灵感 听音乐可以刺激大脑的右半球 从而增强想象力、创造力、洞察力等 五是增加创造力 听音乐可以促进大脑各区域之间的连接 从而提高思维灵活性、问题解决能力、创新能力等 六是提高记忆力 听音乐可以改善大脑对信息的编码、存储和提取 从而增强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 七是提高注意力 听音乐可以增加大脑对外界刺激的敏感度和反应速度 从而提升注意力集中度和持续时间 八是提高学习效率 听音乐可以改善大脑的功能和结构 从而提高学习能力和成绩 九是提高智商 听音乐可以促进大脑的发育和塑造 从而提升智力水平和智力潜能 十是改善睡眠 听音乐可以调节大脑的节律和激素 从而促进入睡和保持睡眠 听音乐能提高智商吗? 听音乐是能够提高智商的 这是一个被广泛认可的事实 有许多研究表明 听音乐可以改善大脑的认知功能 如逻辑推理 空间感知 语言能力等 这些都是智商测试的重要内容 其中 最有名的是所谓的莫扎特效应 即听莫扎特的音乐 可以暂时提高人们的空间推理能力 虽然这种效应并不持久 但它说明了音乐对大脑的影响 是真实存在的 而且 如果长期坚持听音乐 尤其是古典音乐 那么对大脑的改善 就会更加显著和稳定 从而对智商的提升 也会更加明显和持续 听音乐能改善睡眠吗 听音乐确实能够改善睡眠 这也是一个被科学证实的事实 有许多研究表明 听音乐可以帮助人们放松身心 降低压力 缓解焦虑 从而消除入睡障碍和失眠症状 听音乐还可以调节 大脑的节律和激素 如退黑素 皮质唇等 从而促进人们进入深度睡眠 和快速眼动睡眠 这些都是睡眠质量的重要指标 它们可以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 和精神状态 听音乐对睡眠的改善效果 与音乐的类型 时长 强度等因素有关 一般来说 选择一些柔和 舒缓 节奏缓慢的音乐 如古典音乐 新世纪音乐 自然声音等 在睡前半小时到一小时内 听上15到30分钟左右 就可以达到较好的效果 二 唱歌 唱歌是一种更主动 和积极地享受音乐的方式 唱歌可以让我们表达自己的情感 释放自己的压抑 增强自己的自信 唱歌也可以锻炼我们的呼吸系统 循环系统 神经系统 免疫系统等 唱歌还可以促进我们 与他人的交流和互动 增加我们的社交技能和人际关系 唱歌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和熟悉的歌曲 或者尝试一些新颖和挑战性的歌曲 我们可以一个人独唱 也可以和朋友或家人合唱 或者去卡拉OK等公共场所唱歌 我们也可以在唱歌的同时 学习一些其他的知识和技能 如外语 乐理 声乐等 唱歌对人有什么好处 唱歌有许多好处 以下是一些例子 一是表达情感 唱歌可以让我们把自己的心情和感受 通过音乐和歌词传达出来 从而释放自己的压抑 调节自己的情绪 增加自己的快乐 二是增强自信 唱歌可以让我们克服自己的恐惧和羞涩 展现自己的个性和风格 应得他人的赞美和鼓励 从而增强自己的自信心和自尊心 三是锻炼身体 唱歌可以让我们运动我们的肺部 喉部 口腔 舌头等器官 从而改善我们的呼吸系统 循环系统 消化系统等 唱歌还可以让我们消耗一定的热量 从而控制我们的体重和身材 四是保护声带 唱歌可以让我们按照正确的方法 使用我们的声带 从而预防和治疗一些声带相关的疾病 如咽喉炎 声带节节 声带吸肉等 五是促进健康 唱歌可以让我们分泌一些有益的激素 如内肥胎 免疫球蛋白等 从而增强我们的免疫系统 抵抗一些病毒和细菌的侵袭 六是延缓衰老 唱歌可以让我们保持年轻的心态和活力 从而延缓我们的衰老过程 保持我们的容颜和精神 唱歌对身体有什么好处 唱歌对身体有很多好处 以下是一些具体的例子 一是改善呼吸 唱歌可以让我们深呼吸 扩张肺活量 增加氧气摄入量 从而改善我们的呼吸功能和质量 这对于一些患有哮喘 支气管炎等呼吸道疾病的人来说 是非常有益的 二是促进循环 唱歌可以让我们加快心跳 加速血液循环 提高血压和血氧含量 从而促进我们的循环系统的健康 这对于一些患有某些疾病的人来说 是非常有益的 三是消化良好 唱歌可以让我们运动我们的腹部肌肉 按摩我们的胃部和肠道 促进我们的消化液分泌和食物运动 从而改善我们的消化功能和质量 这对于一些患有消化到疾病的人来说 有一定帮助的 四是减肥美容 唱歌可以让我们消耗一定的能量 从而减少我们体内多余的脂肪和水分 从而控制我们的体重和身材 唱歌还可以让我们放松我们的面部肌肉 增加我们的面部血液流动 从而改善我们的面部皮肤和肤色 唱歌对社交有什么好处 唱歌对社交好处的例子 一是交流情感 唱歌可以让我们用音乐和歌词 来表达我们的情感 从而与他人进行更深入和真诚的交流 增加我们的亲密度和信任度 二是增加友谊 唱歌可以让我们与他人共享音乐的乐趣 从而增加我们的共同点和兴趣 增加我们的友谊和默契 三是拓展人脉 唱歌可以让我们结识更多喜欢音乐的人 从而拓展我们的人脉和资源 增加我们的社会支持和机会 四是提升形象 唱歌可以让我们展示自己的才华和风格 从而提升自己的形象和魅力 增加自己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演奏 演奏是一种更高层次和专业化的享受音乐的方式 演奏可以让我们创造自己的音乐 展示自己的才华 实现自己的梦想 演奏也可以培养我们的协调能力 专注力 耐心力 细致力等 演奏还可以给予我们更多的机会和平台 让我们与更多的人分享和交流音乐 演奏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和适合的乐器 如钢琴 吉他 小提琴 萨克斯等 我们可以一个人独奏 也可以和其他人合奏或组成乐队 我们也可以在演奏的同时参加一些比赛 演出 录制等活动 演奏乐器对人有什么好处 演奏乐器有许多好处 以下是一些例子 一是创造音乐 演奏乐器可以让我们用自己的手指 嘴巴 身体等来制造出美妙的声音 从而创造出自己的音乐作品 表达出自己的思想和情感 二是 演奏乐器可以让我们用自己的技巧 风格 情感等来演绎出不同的音乐作品 从而展示出自己的才华和水平 赢得他人的认可和尊重 三是 实现梦想 演奏乐器可以让我们用自己的努力 坚持 勇气等来追求自己的音乐理想 从而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 获得自己的成就和满足 四是 培养协调 演奏乐器可以让我们用自己的眼睛 耳朵 手指 身体等来协调的操作乐器 从而培养我们的协调能力和灵敏度 五是 提高专注 演奏乐器可以让我们用自己的注意力 意志力 毅力等来专注的练习和表演乐器 从而提高我们的专注力和持续力 六是 增加耐心 演奏乐器可以让我们用自己的时间 精力 心血等来不断地重复和改进演奏技巧 从而增加我们的耐心力和容忍力 七是 提升细节 演奏乐器可以让我们用自己的观察力 分析力 判断力等来仔细地掌握和调整乐器 从而提升我们的细致力和准确度 演奏乐器对大脑有什么好处 一是 激活大脑 演奏乐器可以让我们同时使用大脑的多个区域 如听觉区 运动区 视觉区 情感区等 从而激活大脑的活跃度和效率 二是 增长神经元 演奏乐器可以让我们通过学习和记忆心的音符 节奏 旋律等来增加大脑的神经元数量和连接密度 从而增长大脑的容量和灵活性 三是 预防疾病 演奏乐器可以让我们通过保持和提高大脑的健康和活力 来预防和延缓一些大脑相关的疾病 如老年痴呆 帕金森 中风等 演奏乐器对人际关系有什么好处 一是 分享音乐 演奏乐器可以让我们与他人共享自己的音乐作品 从而分享自己的喜悦和感动 增加自己的快乐和幸福 二是 交流音乐 演奏乐器可以让我们与他人交流自己的音乐观点 从而交流自己的思想和情感 增加自己的理解和尊重 三是 合作音乐 演奏乐器可以让我们与他人合作自己的音乐项目 从而合作自己的目标和计划 增加自己的协作和团队 四是 技巧竞争 演奏乐器可以让我们与他人竞争提高自己的音乐水平 综上所述 音乐是如何丰富我们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的呢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总结 音乐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美的享受 提升我们的审美能力和情操 音乐可以让我们释放自己的情感 调节我们的心理状态和情绪 音乐可以让我们锻炼自己的身体 保持我们的健康和活力 音乐可以让我们激发自己的灵感 增加我们的创造力和智力 音乐可以让我们与他人建立更好的关系 增加我们的社交技能和人际关系 总之 音乐是一种无价之宝 它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无穷的魅力和价值 我们应该充分利用音乐 让它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通过听音乐 唱歌 演奏等方式 我们可以丰富自己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 让自己的人生更加精彩和美好